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这是咱们XS跨站脚本攻击这个专题的第三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主要是讲解一下 XS跨站脚本攻击它常见的一些编码 以及它一些绕过的方式都哪些 以下呢是咱们课程的目录 那么咱们这里先看第一 XS攻击常见的一些编码 然后我在这里呢我把它划为划分成五大类啊 就是常见的 那么第一大类就是针对这个URL型的一种编码 第二类呢是这个JS编码 第三类呢是CSS编码 第四类呢是符合的一个编码 第五类呢是一个字符型的一个编码 那么咱们这里呢先看一下就是各个编码 它都代表什么意思 那么首先看URL编码 那么什么是URL编码呢 那么这里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什么呀 就是它有一个简单的啊 就是有一个板分号 加该字符的一个奥斯科码 所对应的一个二位16进数字组成 你比如说像这个斜线 它的URL编码就是什么呀 板分号2F 那么这F可大可小啊 这个因而异可大可小的 一般是大写 但这里不强求啊 那么像这种形式的就可以称为这种URL编码 那么什么是字符型编码呢 那么字符编码呢 它一般是干嘛呀 它一般是把10进制的或16进制的奥斯科码码 或者这个unicode字符编码 然后呢样式呢是这样的 前面呢是两个这样的符号 然后加数值 你比如说这个小一号 它就是两种形式 一种呢是这个10进制的一种编码 另外一种呢是一个16进制的一种编码 同样是由这个两个符号 跟上它的这个10进制 包括它的16进制 然后进行组成 那么这种格式呢就称为字符型编码 那么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是这个符合性的编码了 那么什么是符合性的编码呢 那么从字眼去理解啊 就是说符合符合 它是由多种编码 要输出到多种这个环境里面的 那么在这里呢 它这个符合性编码呢 就是说什么呀 就是你输出的内容 它会输出在一个多个环境编量中 那么这种编码呢 就可以称为符合编码 那么第四种呢 就是这个CSS编码 那么CSS编码呢 它就是用一个反斜线 这个反斜线 然后后面呢 跟上1到6位的一个16进制数字 你比如说像这个e 字母e 它就可以编码编码成这个 反斜杠65 或者直接65 或者3065 三种不同的形式 那么最后一种的就是这个GS编码 那么GS编码的话 在这里咱们就可以直接这样看了 比如说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e 它的编码就可以编码成这个 一个反斜线 加它的这个 进制数 比如说现在有10进制的 16进制的 包括unicode的 等等 那么以上呢 就是XS编码编码工具 它常见的一些编码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 咱们这里就有一个实例 就是针对这个XS 编码编码工具的一个编码的绕过实例 然后这里呢 我是以这个GS编码绕过 为例子 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URL呢 在我本地流软器打开 好了 我这里已经打开了 我exit了一下 然后对应的这个name 后面的这个值呢 就是啊 咱们刚才输入这个值test 比如这里 我在后面随便输入 然后底下呢 它对应的反复这样的结果 那么咱们上节课呢 讲到就是这个XXS 像反射型的 存数型的 包括这个DOM型的 那么咱们怎么去 测试它这个当前这个name 参数有没有存在这种XX的 快速加码攻击呢 咱们这里呢 可以尝试一下咱们之前的这个测试手段 呃 先是要闭合 闭合之前呢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原代码 它这里是用到什么呀 用到一个DIV的一个框架 然后里面是牵涛了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并并把这个值呢 给取出来了 其实和咱们上节课那个DOM型的那个编码是一样的 对吧 好的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要闭合它 那么呢 这就是咱们要测试的这个测试代码 假如说 它当前这个参数呢 如果说存在的 并且呢 它没有做任何的这个防护 那么咱们直接AXX的一下呢 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里面是一个1 那么在这里呢 因为它这个程序 本身程序啊 它是做了一些防护的 所以咱们直接这样执行的话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 啊 它是直接把这个东西呢 给咱刚才输入这个词语句呢 给输出出出来了 那么咱们这里呢 就可以借助一些 咱们刚才讲的 这种所谓的编码 去进行绕过 那么咱们这里呢 尝试用一些JS 这种编码呢 去绕过 那这里把它复制 然后我这里呢 有一个这个编码 转换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先把它粘贴过来 好的 把它选中 然后这里呢 我选择编码 转换 查识夸站 然后这里呢 我选择这个JS 系列的这个编码 然后这里选择 以上算法全部使用 好的啊 那么这里呢 就是所对应的这个编码后的这个结果了 那么我这里我先可以尝试一下第一种 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把它替换掉 我看一下 它能不能去成功的去绕过 执行咱们这个语句 然后写一下 哎 看到没 它已经成功的去绕过了这个程序的防护的一个策略了 并且成功的弹出了这个对话框 里面是个1 那么这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啊 一个JS编码的一个绕过的一个实例 当然的话 咱们这里可以尝试一下这个unicode 这种编码格式的 看能否去绕过 这里同样我把它复制一下 我把它粘贴 然后我再exit一下 哎 发现也可以 好的啊 那么这里呢 是针对这个JS编码的 像我上述说到的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CSS编码啊 字符编码 URL编码等等 大家可以在这个课下呢 去本地呢 然后去呃 搭建一个环境 并进行一个测试 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到咱们这个客户习题这块了 那么这块的话 我我给大家就是留了两个问题啊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从这个互联网上啊 从网上去搜集一些不同方式 就是绕过这个JS的啊 这种攻击的案例 那么接下来干嘛呀 要对这案例呢 就不同形式的这种绕过的方式呢 去进行分析 就分析一下 看他当前这个JS的跨码攻击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 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然后呢 他是否采用这种比如编码绕过 好的啊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